今年终于在我们自己动手改造的小院里迎来了第一个春节 一年前的这里还是一个荒废的老房 破烂不堪 被老公花费了三万多 就改造成了现在的田园小院 很多人对我们改造的花费存在质疑 今天就跟大家细说一下 我们主要省钱在哪些地方 首先是院子里的凉亭 因为尺寸比较大 买不到合适的 老公直接买了半成品 回来自己搭建 搭建的方法 老公是从祝小邦APP上学的 里面有很多博主和设计师的经验分享 可以参考 凉亭整体下来花费了4800元 比买现成的省下了2000多元 院子地面的硬化 刚开始咨询专业人士说需要一万多 老公觉得太贵就自己动手做 用了三天时间 只花了1000多元就搞定了 省下了8000多元 院子地面的地砖 我们选的是这种普通的水泥砖 3块钱一块 整个院子下来只花了2000多一点 比用大理石的要便宜好几千 影币墙是朋友问的最多的 也是花费最少的 整体下来只花费了580元 这也导致很多人都私信 找我老公要设计图 其实老公在改造的过程中 一直有一个好助手在帮助他 就是助小帮 上面可以搜索到很多的自建房图纸 点看图 有海量的实景案例可以参考 输入面积户型 预算如何分配 一目了然 防止超预算 这也给我们省下了一大笔设计师的费用 因为老房年限已久 屋子的外墙有些地方裂缝 老公又给墙外加固了一层水泥 刷上一层外墙涂料 花费了3200元 要说院子里花费最多的就是这些门窗 按平方算的185一瓶 一共花费了5800元 有些朋友说便宜 也有些朋友说贵了 这可能是印第质疑吧 有朋友说我们家还少一个遥光房 其实我们家有 只是老公把它奉下给毛孩子们了 这就是我们改造老房的一些花费明细 有想改造的朋友可以参考一下 小月的装修过程 也是我们今年故事的缩影 最后也祝大家新的一年 年年有余 万事生意 何家幸福